各位,在我們古代的中國 一個朝代換一個朝代 天下合元又分,分元又合 在這個分分合合的過程當中 發生過許多許多可歌可歌,激動人心的故事 在一千多年前,在公元907年 一個曾經是極之強盛的帝國唐朝覆滅 唐朝一亡,中國又出現了一個大分裂的局面 歷史上叫做五代十國 何謂五代呢?就是在北方 一個跟一個出現了後梁 後唐、後晉、後漢、後洲的五個朝代 而同時在淮水以南 又相繼出現了五、五月、楚、文、南漢、京南、前屬、後屬、南唐 以及在山西的北漢等等十個政權 就叫做十國了 在五代十國,你打我時我打你 互相攻打紛爭的時候 在東北地區的涉丹族人 就逐漸強大起來了 後來就建立了遼國自立為王 因為曾經出兵幫助後晉 消滅了後堂 得到後晉割釀的燕雲十六洲 即是今天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的廣大地區 而且從此之後 就經常長驅南下進攻中原 到了公元九百二十六年 有個人叫趙康人出世了 趙康人長大之後 聽一個老和尚的指引 參加了軍隊 在後周的皇帝周太祖步下當差 一步一步升官 就得到信任 周太祖死了之後 他的兒子繼位做皇帝 叫周世忠 趙康人當時是統率禁兵 即是保衛皇帝和京師的精銳部隊 一直以來 為周世忠建立了很多戰功 做到歸德軍截道檢校太衛 這是很大的官例 周世忠死了之後 又由他的兒子繼位叫周公帝 公帝的年紀很小 到了第二年 即是公元九百六十年的春天 北漢和薛丹 即是遼國聯合入侵 趙康人奉命出兵營敵 剛剛去到開封城東北方的陳橋翼這個地方 他的步下就秘密商量 認為周公帝的年紀太小 沒有能力做皇帝 就在三更半夜發動兵兵 拿件皇袍 即是皇帝的衣服 就衝在趙康人的身上 擁戴他做天子 立即回去京師 正式登上皇帝寶座 就建立起宋朝 趙康人稱為宋太祖 他在後洲的基礎之上 繼續南征北戰 先後消滅了京南 後屬 南漢 南唐等等幾個小國 他死了之後 他弟弟趙光義繼位做皇帝 稱為宋太宗 又滅了吳越和北漢 經過十多年的征戰 統一了中國的大部分地方 大家都知道 在古代 封建帝國的皇帝寶座 大多數都是父傳子 子傳孫 趙康人本來已經有兒子了 又為何會把皇帝寶座傳給他弟弟呢 相傳就是這樣的 趙康人有五兄弟 他排第二 大哥和他最小的弟弟 一早就死了 就只有他和老三趙光義 老四趙光美 他的親生老母 道士皇太后臨終的時候 就跟趙康人說 說當初周世宗死了之後 找個弟弟來繼位做天子 那你才有機會做到皇帝 所以你自己百年之後 帝衛應該先傳給光義 光義又傳給光美 然後光美再傳給你的兒子 德超 各位 在這本楊家帳裏 趙康人的兒子 不是叫做德超 而是叫做德方 皇太后又說 國有長君 即是年長的君王 乃是社職之福 說完 還叫大臣趙普 將這番說話記錄起來 將這份遺囑用金櫃收藏好 所以趙康人死了之後 那個皇帝衛傳給趙光義 不過在民間傳說之中 有人說趙康人臨死那晚 趙光義就去探望他 當時燭光閃閃遙遙 只聽見有一件很重的事 聲音跌落地 又聽見趙康人大聲對趙光義說 然後宣布皇帝駕崩即是死了 有些人說趙光義謀死阿哥 那自己才做皇帝 好了 我將歷史背景簡單地和各位介紹一下 從現在起開始講的這部楊家將 就是在宋朝第二任皇帝 宋太宗趙光義在位的時候發生的事 不過楊家將這些故事 當然有些是有歷史事實根據 有些人物好像楊領公 楊延超、楊文廣等等 都是實有其人的 不過在這部書裡講的他們的故事 都經過很多藝術加工改造 已經跟原來的面貌大不相同 更多的我看還是虛構的 所以這一層就跟三國演義不同 三國演義是根據正史而編寫的歷史小說 有些學者說它是七實三虛 即是七分實事 三分虛構 所以很多人很多事 在歷史上都查得到 但是楊家將這篇故事裡的人和事 真的不是都查得出的了 總之是在宋朝以來 在民眾口頭流傳的居多 所以很多事各位聽了不用當真 不過是故事 現在閒話休題 言歸正傳 話說這一日 五更三點就皇帝登殿 滿朝文武參拜完 按照文東武西在兩邊排好 然後左班大丞相黃鮑 即是黃延寧 向皇帝稟 說北方大寮國天慶良皇耶律相 送了戰書來 要和宋朝開兵打仗 又呈上一份邊關的告急文書 說大寮國的元帥寒言壽 帶領兵馬已經直逼邊境 請朝廷十萬火急派兵遣將 到前線抗擊遼兵 太宗皇帝趙光義一聽 嚇到一跳 他知道善者不來 來者不善 但遼國天慶良皇既然出兵來攻打中原 實是早有打算 必定是兵精良足的 而且遼國的兵將都是非常勇猛的 如果不派個梁將去抵抗 就江山難保的了 宋太宗想到這裏 就連王說 眾位外兄 你們哪位出來請子帶兵掛帥 去殺退敵兵 所謂請子 就只是請求聖旨 用現在的說話來講 就是請求元首的命令了 宋太宗講完 看看左邊 又看看右邊 整半天都沒有人開口回答 初時他還以為大臣沒有聽清楚 眾位外兄 你們哪位帶兵掛帥去抵抗遼國啊 又看了看 又看了看 看了看 還沒有人開口 宋太宗發火了 眾位外兄 常言有話 讓兵千日 用在一朝 太平時勢 你們拿國家俸禄 受盡黃恩 為甚麼到了現在國家有難 要用人的時候了 竟然無人出力啊 文武官員你望我 我望你 仍是無人出聲 有位聽眾會問 為甚麼無人出來請子 是否這麼大的朝廷 就只有空架子 連我能征善戰的良將都沒有 是嗎 不是啊 當時宋朝的實力 還是很雄厚的 文官有甚麼人啊 有左班丞相黃賢嶺 右班丞相趙浦 正興侍郎呂蒙正 武將主要有十大王 哪有十大王呢 鐵邊王夫賢嶺 開國王曹斌 長勝王錫賢超 金都老令公楊繼葉 外號叫做楊無敵 東平王高懷德 平東王高懷良 小梁王柴芬 宇南王鄭隱 還有八賢王千歲 趙德芳 西宮國長 長朝太師 潘仁美 既然有這麼多文官武將 為甚麼沒有人出來請子大兵呢 原來是大家互相欠揚 變成疾住了 就用老令公楊繼葉來講 人人都說楊令公楊令公 究竟令公是甚麼意思呢 所謂令公 是古代對宗書令的專稱 宗書令是非常崇高的官職 相當於宰相 在唐朝的末年 對很多武將都加一個宗書令的銜頭 表示尊敬 楊令公楊繼葉一聽說 遼國要侵犯中原 當堂就雙權緊握 虎目懸憎 我心想 好啊 這個寒言壽 敢來侵犯我們大宋的國徒 好啊 嗯 讓我騎馬廢都 殺退你們這群寮寇 讓你見識下我楊無敵利害才行 他剛剛想請子 一眼看過去只見鐵邊王敷然站 鬧得鬍鬚都撐起了 牙關咬到嗨嗨聲響 門康義憤要上前線去抗擊遼國的兵將 令公就想了 嗯 夫妍王爺要請子 那我就不要請了 最好就派夫妍王爺做元帥 我來做他的先鋒 叫我幾個兒子做戰長 那我們兩家人齊心合力 擔保打到韓賢壽的人馬一撲一撲 大敗而逃 所以楊令公就不開口了 夫妍賢就看看高懷德 高懷德正在望實楊繼孽 夫妍賢的心想 說到夫妍、楊、高、井 我們四個人的民偷武略 救得上是元帥之才的 第一個就數楊令公 最好是楊令公掛水 老高的家人就出人做先鋒 我做過押良運草官就對了 鄭王爺亦是望實楊令公 因此這幾位都堵住在這裏 就沒有人出來開聲請子 等到現在皇帝一發火 鐵邊王夫延站又想舉箭楊令公掛水大兵 他剛剛想開聲 忽然間有個人開口說 萬歲 老臣願意帶兵掛水 去掃平消滅遼國寒言壽的賊兵 宋太宗一看 只見台街下面有個大臣櫃在這裏 此人五十幾歲 臉色白淨 八字眉 三角眼 青駝鼻喀嘴 胡蘇已經有些花白 神情帶著些奸奸詐詐 此人是誰 是西公娘娘潘素蓉的父親 掌朝太師 當今天子的岳父 姓潘明雄 致仁美 宋太宗一見是國長潘仁美請子 我心想 哈哈 呀 其他人是不得的 還是我的外父得 人家對我袖手旁觀 外父就為我分憂解仇 講來講去 唉 還是親戚親 好極了 好極了 其實潘仁美請子 她不是好心好意的 這個老賊 似著女兒潘素蓉 是極之得寵的西公娘娘 所以她在朝廷之上 尚欺天子就下壓群臣 非襯不取 非錢不用 非揚不戶 就獨斷尊權 但是 惠恩還有百賢王趙德芳 和楊令宮這些有功之臣在朝 所以她 還未敢輕舉妄動 她對這群有功的老臣子 生氣得入骨 她一心想擴大自己的勢力 無奈一直沒有好機會 今天 皇上問到哪個人願意出來帶兵掛帥 判仁美馬上想 哈哈 這次 獨立兵權的好機會來了 只要我判仁美掛了水 去到邊關 就可以和遼國勾結聯合起來 打回來京師辯娘 殺死趙德芳和那些老臣子 兵權就可以到手了 再加上我有三個兒子幫到殺實 將來將來推翻宋太宗 和遼國平分宋朝的姜土 那我 也可以做幾一皇帝 富貴就莫過帝皇家 日語是這麼說 所以 潘仁美就在金殿請子掛帥 各位 究竟潘仁美做不做完帥 做完帥又會怎樣呢 欲知後事如何 好 且聽下回分解 前文載族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這一日 宋太宗接到邊關的告急文書 說遼國大舉入侵 他慌了 他就問民武百官 有誰請子掛帥出兵抗敵 當時 他的外父當朝太師潘仁美 出班啟奏 情願請子掛帥 所以這樣 宋太宗還污塞 都不知道他這個外父的壞心水 還以為是向著他自己 就連忙說 老太師 你這麼大年紀 去大兵殺敵 受安馬之苦 浸於心不忍啊 如果有個三長兩短 山高水低 那就更加對不起老外兄你了 太宗的嘴是這麼說 心是這麼想的 你如果有個好醜 我愛妃潘素容潘美人 他會肯過我嗎 潘仁美就說 萬歲 神雖然年老 但是筋骨還算健康 怎麼能夠眼看著江山破碎 國土沉淪呢 神既然食朝廷諷錄 就應當報效王恩 神願意帶兵前去破敵 雖死無怨 靠外兄 那麼忠心 實在也難得 甚至是劇之難得 既然這樣 好啊 是ids Ihre rem 太宗就真的要封潘仁美做元帅了 但是满朝的文武官员的心都反对 他们一听见潘仁美请子 都觉得很奇怪 他有什么本事啊 民不能安邦 武不能定国 不是就靠他的女生得漂亮 那才做了太师的 他那些文才 不过是把嘴好像朗贵油一尾识讲 讲武艺虽然能够打下仗 只有点同呼言 杨 高 正 四位老王爷比 现在居然大言不惨 请子挂帅 哼 真是不懂那丑字怎么写了 他们大臣的心都是这样想 知道谁都不敢说出口 正所谓敢怒而不敢言 他挂帅啊 我们哪个人都不敢跟他去 去去就一定是坏 这个时候 白延王赵德芳就问潘仁美 老太师 你这么大年纪去战场撕杀还行吗 如果打败仗选兵折仗 岂不是误了国家大使 王爷千岁 老臣虽然无才无学 但是也知道 仗在谋而不在用 兵贵精而不贵多 我不能够在战场上撕杀 不过可以出谋或策啊 我有三个儿子 潘龙 潘虎 潘炮 还有两个儿子 叫做潘超 潘强 尤其是我那三个犬子 自小就学习武艺 弯弓蛇战 洗枪弄棒 能精惯战 一心为国立功 报效皇上 八言皇还有书话要说 至太宗皇帝不高兴了 他心说 赵德方啊 不关你事 你就别说了 于是太宗就抢先一句话 老太师 既然你乐意挂帅大兵了 朕批准 判人美一听 哼 聂咯 双眼眉眉剩下了一条线 用眼尾勺一勺 满朝文武 扬扬得意 太宗说了 老太师 你挂帅出征 不知用谁做先锋呢 那你就在朝廷上 喜欢那个人选择那个人 挑选他做先锋官 随形听令 万岁 老神的第三子潘炮 自小上山学艺 叫他挂印做先锋 必定能够骑开得胜 骂到成功 老外卿 老外卿 不知他的武艺究竟怎样 万谁可以当面考他一考 不知皇上隆意如何 好 全朕的口语 叫三国口上殿 蛤 那就奇怪了 文武百官都想他不行了 判人美此人 从来都是精到问的 有好东西就抢着他搂 见危险就向后缩 今天干什么呢 各位 总之不需审 实无好事 这个时候 有个太监带潘炮上殿 这个潘炮 青鸡面 红鼻歌 兜风耳 满面胡桑 走起路来掩空突吐 他来到金殿台阶下跪低 万水在上 神指潘炮 参见我王 万万水 太宗皇帝一看 只见潘炮好像半决黑塔 虽然样子生得丑陋 只许有几分英雄气概 就说了 朕听说你自小上山习民练武 刚刚回来京师 又不辞路苦 愿意跟随太师出征去杀退辽兵 孤皇有心要封证你 但是不知你的武艺如何 现在召你来金殿要看下你的本事 如果确是有真财实学的 一定重用有功之日 再重重风陣 但潘炮一听 明了 皇上要金殿预考 他就说 万水 既然如此 神指献丑 好了 那个潘炮一点都不客气 扣了个头 站起身 退后几步 勒紧来腰带 混起 然后一个起色 放开手脚打了路拳 接着又没了一套劍 太宗皇帝赵光义 当年马上马下打过很多仗 懂得武功 知道潘炮的本事 算是一般 不过 是自己扣子来的 见仙头 他玩一路拳 一套劍 还有两道 所以越看越觉顺眼 越顺眼越觉高兴 杨宁公和夫妍赞看了 闹头 有 意见啊 意见是议练得不错 有些功夫 这些年轻 有这几手的功夫 还算是可以的了 但到底还乱得了些 如果上到沙场和辽国osit寒言 全壽堆滴,只能送死 这句说话,谁都不敢说 等到潘炮操演员 一收招 有几个专会托大脚的人,立刻猛赞 太宗更高兴 他说,好,三国寇可以说是盖世奇才 朕封你做素北前部证印先锋官 在素北大元税,潘仁美帐前听令 得胜之后,再行封赏 潘炮正想叩头借恩 忽然有人高声大叫 万岁,请你等一等,神有事稳咒 太宗一看 原来说话的,乃是八燕王赵德芳 八燕王平时很了解潘仁美的根底 知道他有什么本事 八燕王虽然不会武艺 但他会看 会看什么呢 看老令公,杨继业和铁边王虎然赞的面色和表情 在杨令公的面上 都看不出什么 唯独虎然赞 七情上了面 只见他扁起嘴 用眼尾瞅着潘炮 意思即是说 不是怎样 不能够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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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燕王看见这样,所以他就出帮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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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那王子你有什么好主意呢? 神的意见是叫三国寇在东门外天齐庙 摆一个月雷台 在这个月内如果打赢京城的好汉 就可以封三国寇做先锋 如果有人打赢三国寇 就封那个人做先锋 不知万岁隆意如何呢? 这样啊? 太宗犹豫了 心就很不高兴 嘴就不能够说 事关他怕八言王赵德方 这个皇帝位 本来是赵德方的父亲宋太祖赵康人 太祖死了之后 本应就是赵德方继位 结果这个位置是自己坐了 所以心有些觉得对不起这个皇侄 故此封赵德方做八言王 赵德方还有一支王命金简 那是宋太祖临终的时候赐给他 哈!你知金简是权力大啊! 上管君王不整 下管臣子不忠 代管三公六丸 上殿不参军 下殿不辞王 见到皇帝又不用叩头 就用金简对皇帝点三点 那就算是行礼了 再点三点 即是说我扯了皇帝 金简是皇帝封的 打死物论 所以八言王一开声说话 太宗皇帝也要认真考虑一下 现在八言王说了这样一番说话 太宗就没有道理博他 唯有叩头 那好啊 就照皇子你说的这么做 判太师 你叫三国寇摆一个月雷台 如果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 就挂先锋印了 判仁美的心声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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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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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被其他人贏了 抢了个先锋 那岂不是在我军营之内 中落一条顶心惨 那我那场美梦就做不成了 怎算好呢? 怎算好呢? 嗯? 眉头一皱继上心头 曼岁 神有件事要请曼岁作主 你说吧 神领子挂岁 和举箭我儿子做先锋 乃是为国尽忠 按善满朝文武都没人出来请子 神这样才领子 我儿子摆擂台 京师所有的老百姓打擂台都可以 但是各位大人的子弟就不能来打擂台了 因为国家公子来和我儿子比武 这个叫做内控 自己人和自己人争 那你说被辽国知道了 都会恃笑我们了 还有 伸手不让步 举手不留情 伤了谁都不好 那老臣在朝廷之上 和各位年轻年第一堂共事 就难做了 恐怕于朝廷不利 宋太宗明白了 他说 老皇亲你放心 朕落命令 不准朝廷上大臣的子弟去打擂台 就是了 万岁 只能这样说 也不能 如果仍然有人去打擂台 又该当如何呢 宋太宗听潘仁美这样说 就当堂对着满朝文武宣布 还未外兴 潘炮在天齐庙摆擂台 国家子弟都不准去打擂台 如果有谁想去打 就是违反圣子 全家民斩 判仁美高兴 他叩头借恩 得意洋洋 带着儿子潘炮 就走出金殿 这趟满朝文武官员的心都不服 啊 你这个判仁美 你个儿子聪明就行 我们的子弟想找个出头露面的机会 就不行 唉 那国家王爷的心都闷闷不落 就各自回府了 第二日 太宗皇帝下了圣旨 贴出皇榜 天齐庙摆擂台 比武奪先锋 各州 城 府 远 海陆码头 交通要道 都贴出去了 哇 这人是惊私有热闹 各地的英雄壮士都会集在京城 找客棧住落 等候打擂台比武 搶先锋印 这一日 开始打擂台了 东京的宣祖门外热闹飞上 推车的 担担的 保窩的 保鞋的 卖重的 卖算的 卖针的 卖线的 说故事的 做大戏的 卖武的 卖弱的 玩猴子的 等等 应有尽有 都来了 这座擂台 搭在天齐庙的前面 潘仁美是亲自掌蕾 即是做监督 又派了九成兵马师王龙 带领五百兵丁 在擂台和东门一带 巡查弹压 王龙是潘仁美的门生 他一早就来到保卫了 这座擂台搭在影真架势 台口的大柱上面 贴着一副对联 上联写着拳打江南与塞北 文其名人人丧胆 下联写着 脚踢山东与淮西 见其面个个寒心 横批是我是英雄 嘘 各路英雄好汉 一见到这副对联和横批 没有人说不让他激到一吐气 各位 正是一山环有一山高 强中之有强中手 究竟有没有人打得赢潘炮 打赢潘炮是谁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是 前文在族的书写上一回 话说潘炮就奉了聖旨 摆擂台笔帽搶先锋印 这座擂台就搭在天齐庙的前面 潘仁美太师亲自掌雷 即是做监督 又派了九成兵马师王龙 带领五百兵丁 在雷台和东门一带巡查弹压 这个王龙乃是潘仁美的门生 他一早就来到保卫了 在雷台的左手面 搭了个棚 是看打雷台的地方 雷台搭得架小 整座三丈六高 底座一丈二 上面是二丈四 台上全部用六寸厚 六寸闊的木方 一条柏一条铺好 够了扎实 事关要在上面打斗 台上挖着后面 挂着一堂大红錦短 金线刺绣的大底幕 左边受龙僧 右边受苦斗 正当中受着狮子捆收扣 台上两边两边摆着兵器架 齐齐整整摆着刀枪劍击 虎月勾双 党廉索帕 鞭标 鞭标 筷子流星 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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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終點來講,即是上午八點開始 紳士即是下午四點結束 來打擂台的人真是多 正所謂學會文武藝就賣予帝王家 誰都想趁這個機會佔一官半職 潘炮這個家夥 仍然有兩度手腳 居然被他打敗了不少有名的教頭 外地來的勇士亦被他打傷了好幾個 潘炮此人,心狠手辣 暗中下毒手 上親來打擂台的 輕者受傷,從者無命 當堂死於非命的就有四個 看擂台的人敢怒不敢言 死者的家屬也不敢去告 當然啦,皇帝的嬌兒也來啦 你去告啦 瞻瞻瞻,過了二十九天了 這一日就是第三十日 上擂台之前 潘仁美叫潘炮来对他说 儿子呀儿子 今天是最后一日了 怎么到为止 水过地皮湿 见好就收了 明天先锋印就到手了 你要认真小心在意 如果今天有人将你打输了 那就白白辛苦了这二十九日了 我知道了 爹 潘炮醒醒来到擂台上 向下面一望 人山人海 只见到人头在拱下 潘炮等了半天 没人上来打擂台 这个家伙聪不及了 喂 不是个个都黑白了 我等了半天了 为什么还没人敢上来 这么大一座东京城 没人了还是什么事 都不想来打你们站在下面贪得意 潘炮正在插着腰 口水花瓣瓣的 口吐狂言 忽然之间听到有个人大喊一声 看 盘炮你不要夸口 别在那里懒劳 我来打擂台 哎呀 你一声大喊 直情好似失惊无神 走过大喊 当堂吓到看热闹那人 遵律下了几个人 那些人一声闪开 燃出了明大汗 生得身高八尺 腹背红腰 阔口大面 面色又红又黑 威风凉凉杀气腾腾 十足張妃在世,敬得重生 潘豹見到,當堂整個疾了疾,倒趁幾步 潘仁美也立刻站起來一看,嚇了一跳 這個年輕人怎麼這麼熟悉 是哪家的兒子? 是不是京城十大王府的子弟呢? 如果是呢,糟了,怕我說潘豹不夠打 真是被潘仁美猜對了 要來打擂台的這個人,沒錯就是京城天波府 楊老令宮楊繼業的兒子 泰軍蛇菜花生的,排行第七,叫做楊賢子 人人都叫他做楊七郎 楊七郎?楊七郎為什麼會打擂台呢? 豈不是野禍? 一定連累自己的父親老令宮 這樣的,原來潘仁美幫他的兒子請子擺擂台 下了朝之後,鐵邊王夫延站一路走一路跟老令宮楊繼業說 楊殿興,潘國長欺人太深了 平時他擺持朝政,專權霸道 恃著女兒是世公娘娘,就飛揚不悟 今天有情能掛碎,他吃什麼呀? 哼,他的兒子擺擂台 偏偏就不准我們的兒子去打擂台 我們的弟弟上擂台就全家問斬 這叫什麼王法呢?你說 我看,他是怕我們的弟弟上去打擂台 搶了他的先鋒官 老令宮就說 小聲點,生氣來做什麼呀? 你有沒有這麼大的兒子 也不想叫你的兒子做先鋒 不是說我呀,楊殿興 你那八個兒子,隨便一個都比他的兒子 偏偏皇上耳朵軟 喜歡聽他的說話 喏,就是你們楊家 一把大刀八條槍 去到前線,跟韓賢壽交鋒 那個韓賢壽,實嚇到望風而逃 現在竟然殺出那個潘仁美 都不知道他打的是什麼主意 對了,楊殿興 你回到家裡 認真要看著你那幾隻老虎仔才好 千萬不要讓他們出去闖禍 潘仁美這個老鬼 正一無事生非 是呀 楊殿興說話 那兩個人就在五門外分手 各自回府 楊殿興騎馬回到天波府 他一路走,心悶悶不落 憂國,憂國憂民啊 潘家父子掛稅 如果打不贏遼國 搞到選兵折將 那豈不是誤了國家大使 一路走一路想 那便回到楊府來到毛令樓 他一路走一路走 叫老家人楊鴻過來 楊鴻 去請老夫人來 沒多久 蛇太君蛇菜花來到前廳 楊繼葉和蛇菜花這對老夫妻 年輕的時候 彼此就是相敬如賓 舉案齊眉 一直到現在幾十年 大家都老了 從來未吵過一次交 從來未反過一次面 蛇太君見到楊繼葉就問 令宮回來了 叫我有什麼事呀 於是楊令宮就將今天在金殿上發生的事情 從頭到尾告訴她 然後她說 夫人 我這幾天都很沒空 還要幫忙護衛京師 沒有這麼多時間在家裡 這麼家裡的一切事情 就由你照料了 你要管我們幾個兒子才好 千萬不要讓他們去打擂台 事關萬歲爺落了聖旨 我們的兒子如果去打擂台 就是犯滅門之罪 令宮你放心 就是一個月而已 好話為 等待我叫大郎來 吩咐她帶著那些弟弟 每天在後花園學文練舞 這個月不准他們出門口 那就行 好 不過大郎個人老實忠厚 怕他管不住那些弟弟 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七郎 沒錯 他是天真爛萬 粗魯妄狀 我就是怕他闖禍 那我叫陸郎幫他大哥看實路七 好 楊鴻 叫大郎和陸郎來 原來楊令宮有八個兒子兩個女兒 大郎到七郎是蛇菜花親生的 八郎乃是二子 大郎叫做賢平 二郎叫做賢定 三郎叫做賢光 四郎叫做賢徽 五郎叫做賢德 六郎叫做賢超 七郎叫做賢子 八郎叫做賢信 八姐叫做賢企 九妹叫做賢英 那楊鴻把大郎和陸郎叫進來了 蛇泰君就把先頭的事說了 就說 你們兩個要把兄弟看著 不准離開家 不准出街四圍去玩 如果有誰出街夜視生非 一定要按照家規處置 大郎和陸郎連亡對母親走過來說 他們說是以謹遵母親之命 那麼大郎和陸郎走出來 一邊走一邊商量怎樣做 大郎說 陸弟啊 帝哥都以話為 唯獨老七和老五 他們兩個都是聖如烈火 好動不好靜的 你說把他們兩個綁在家裡也綁不住的 尤其是有老七 你說把這件事跟他們說了 他是非去不可的 陸弟 你有什麼好法子 陸郎笑了笑他說 行了 我有法子 各位 楊令公這麼多兒子 說到文韜武略傳財 就數陸郎 陸郎揚言超乃是當朝棍馬 白賢王的玄妹柴郡主是嫁給他的 對了 白賢王趙德芳是姓趙的 為何他的妹妹又姓柴呢 各位念愛心等下 以後就會講的了 在這麼多兄弟當中 陸郎的計謀最多 陸郎當時就說 大哥 靠你和我看著大家 這個不是辦法 繼我說 叫齊大家來告訴大家 不准出去打擂台 這個是父母之命 雖然五哥他脾氣猛 聖如烈火 知道他好聽爹娘的說話 剩下老七 我們大家看著他 從明天開始 我們日日在後花園喝酒練槍 從朝到暗 我們八兄弟在一起 整天這麼練就很累 老七就睡了 好 第二天一早又是照板煮碗 練完舞 你請他喝我請他喝 那不就拖著他 那他就不能出街了 一個月而已 那不就閃一眼就過了 好計仔啊 陸弟 一於是這樣說 就是這樣 從開始打擂台那天起 楊大郎就帶著整班兄弟 天天都在後花園比武 騎馬射箭學槍練劍 那不就哄著七郎 七郎練得多 沒有心機 煩了 六郎和大郎就安排好 來來來來 我們喝酒 有酒喝就好東西咯 七郎見親酒就不要命那麼喝的 喝到醉 平時呢 蛇太君不准他喝的 這幾天啊 天天喝酒 哎呀 拖了 六郎是棍馬 應該去南清宮 因為要陪著七郎 所以連南清宮都不能去 七郎高興啊 他說 天天喝酒 天天遊都玩 哎呀爽呀爽呀 閃一眼半個月了 剛剛開始的時候 覺得很過癮 一場就覺得沒有味了 七郎說 大哥 我們出去逛逛逛 這麼久都沒有出去 大郎就說 不要去呀 我們幾兄弟還要練武吧 哦 不去就不去 楊家的家規就很嚴 父親在這兒就聽父親 父親不在這兒就聽哥 大郎的說話這幫兄弟都要聽 好了 不經不覺就過了二十九日了 除了大郎之外 這麼多兄弟都煩到頂不順了 不過都還不敢出聲 剛好今天 六郎楊延超 就被郡主派人來叫他去 剩下這幾個就更加坐不住了 五郎一手拉著大郎的衣襟 雙口雙鼻地把大郎摸到外面說 大哥 我都快要換死了 我們出去逛逛行不行 聽家人說 打擂台那裡都不知道多熱鬧 我們不去打擂台 那看一看都不行嗎 大哥 大哥你放心 只是看不上去打就行了 老七不聽話 他出去叫人很不放心 我們不帶他去 對呀 那 灌醉他 等他在家裡睡大覺 等到他醒了 我們都回來了 好呀大哥 大哥 大郎這個人性情溫和 心軟不耐誘 聽五郎這樣說 心動了 五郎偷偷說給二哥、三哥、四哥聽 那他們四個人就開始坐一杯 又一盞地和七郎敬酒了 七弟呀 你們素來都是海涼的 來來來 今天你多喝一杯 無所謂 喝他十碗八碗都當他沒事 一會兒這麼久 只見七郎已經喝到瘤瘤你 雙眼都歇歇一下 記兄弟高興了 大郎說了 七弟呀 你先睡一會兒 等酒氣過了些 再來喝過 好 我哪兒醉 我有點眼睡 等著再喝過 記兄弟七手八腳 劫住七郎回到房間 扶他躺在床上 又一躺下 行雷這麼大聲喊他都不醒了 七郎醉了 醉了又怎樣呢 事情大了 欲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五語分解 請聽下五語分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